我要睡覺 昨天晚上大概五點多才睡 為什麼這麼晚睡呢 因為 現在是早上十點半 今天呢我們要來拍一個Vlog 因為我之前有一個影片是拍那個 我平常一天工作都在幹嘛 現在人在多人多嗎 剩不到幾天在這裡 想說就拍一下我平常 週末 weekend 禮拜六和禮拜天 今天是禮拜六 都在幹什麼 順便開箱一下我在多人多的家 因為我從來沒有 給你們看過我在多人多的家長什麼樣子 那我就起來刷牙一下 我已經大概有三年沒有穿襯衫了 因為今天早上有一個很重要的MINI要開 一定要穿襯衫 這個地方是客廳 也沒有什麼東西 就很空 一堆那種 準備要丟掉 要不然就是賣掉的家具 反正踢到 踢到來福了 來福是我們家掃地機器人 還不錯 蠻怪的 這是我工作的房間 可以看到 我通常都在這邊拍影片 這邊有一個walk-in closet 這就是我廁所啦 廁所的話我覺得沒什麼好看的吧 如果想要讓人家看到尿尿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打開 但是我通常都把它蓋下來 就想讓人家看到我大便 尿尿 我家樓下看到這邊停車場 這邊就是地鐵站 我從我家下去就直接可以到地鐵 然後地鐵大概坐20分鐘就到Downtown 看你在第二個房間什麼樣子 沒錯 這就是我的床 我之前把這個房間是租給別人 因為這個房間裡有帶一個for-washing 我之前是租1000塊錢 加幣一個月 我當時出租的話就是跟我室友一起用我的廚房 就這樣子 那你一定會覺得說為什麼廚房這麼亂呢 沒錯 我其實昨天把他打掃 但是我覺得就是會煮飯的男人的廚房都很亂 我要讓你們看到最真實的一幕就是 沒錯 就是我的廚房就這麼亂 陽台的話呢 其實我家陽台算蠻大的 這邊有一個我自己裝的置物櫃 這邊有種一些泡花草草的 全都死光了 前面都是construction 後面這棟也是新蓋的 那邊也正在蓋condo 因為我月底要搬去美國 所以我打算把這一個 在多倫多我這個房子給租掉 租金啊 大概是2500加幣一個月左右 總共condo面積大概是941平方尺 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26平左右 兩房兩位運一個廳 其實在多倫多這個格局已經算是很大了 因為就我所知道最近新蓋的condo 他們裡面的格局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兩房兩位的通常都是大概6700平方尺 這個房子大概是5年新 所以當時蓋的房子還是比較大一點 現在蓋的房子都非常非常的小 現在我們家樓下健身房 都要先往上預約才可以去 我等一下看一下能不能預約的上 能預約的上就是健身 要不然就吃點東西 等一下就去剪頭髮 運動完回來馬上就把所有的碗丟到洗碗機裡面 夠賢慧吧 現在是下午的2點38分喔 早上起來4點半到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吃 只有喝水而已 我現在超級餓 剛剛運動完準備來打一個果汁之類的東西 補充一下蛋白質 酒完頭髮就買給我一次吃 Protein Isolate protein 因為我的體重大概是165磅 所以我每天目標要吃到165磅的蛋白 165克的蛋白質 但是真的超難 基本上每天都沒有吃到 奇牙籽就是要加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 那個叫什麼 Fiber 纖維素 幫助你排便 一天順暢 遠離大腸來 然後加一點草莓 我以前會加一些青菜 花椰菜 或是菠菜之類的 但是 因為我要搬家 我會懶得買 所以就 把剩下的一些草莓給丟進去 可以讓這個稍微冰一點 然後口味不會那麼死膩的感覺 打果汁 我都會至少打兩次 讓它 所有東西都已經打到那種 你喝下去就是 就是留一擠完全留個顆 顆粒感 我覺得是最完美的 我覺得要滿有顆粒感 才會有心 我就拿那顆比較清楚 已經45分了 現在再不出人就要遲到了 你是我的眼 好難喝喔 酸酸的 我覺得草莓太酸了 anyway let's go 已經要遲到了 設計師可能會覺得很拷貝 怎麼敢 約三點剪頭髮 然後結果遲到十分鐘 十五分鐘的殺小 那你說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去剪頭髮呢 我跟你講 因為今天我們要拍Vlog 難得拍Vlog 我基本上的活動場所就是 我自己家跟球場 就這兩個地方我會去 已經很久沒有跟外面的世界結束了 好小子 接著 捲頭髮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Michael我真的剪得蠻認真的 我在杜倫多還沒有遇到一個髮型設計師 會這麼認真的幫客人洗頭 然後按摩頭 如果你好奇在杜倫多剪頭髮 這樣男生剪頭髮大概多少錢的話 如果要剪得好的話 這邊大概最少最基本的 都是要大概35塊錢起跳 那我剛剛是給了25塊錢的 剪頭髮費用加15塊錢的小費 平常小費不會給那麼多 剪頭髮可能就是5塊錢或10塊錢的小費 最多10塊錢啦 沒錯 今天一整天的行程都超費 那既然今天都那麼費了 那我們當然晚上要搭配最費的食物就是 漢堡跟薯條炸雞漢堡 那我今天吃的是POP ICE 其實我不知道POP ICE哪來 好像是美國來的 但是加拿大其實也算是蠻多人去吃的炸雞店 我本來剛剛要去點我家旁邊的酒店 其實好像沒有開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開 所以就只能去POP ICE POP ICE也還不錯啦 就其實我覺得吃起來都差不多 但Jolly Biss真的還蠻好吃的 因為它的東西也比較fresh一點 那POP ICE的生費一定有段時間了 所以它東西就是餐廳可能會比較髒一點的 番茄醬是一定要的 吃10票怎麼會這樣 沒有番茄醬 好吃 噢 全天下最好吃的就是熱熱食物 真的 一天都不誇張 剛吃完飯休息一下現在準備去打球 現在是9點45分 快10點了 那你說為什麼我都那麼晚去打球呢 因為晚上打球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比較沒那麼熱 然後再來就是 晚上車比較少 我不喜歡那麼多車的時候開車 然後通常我們都打到凌晨 球場是20小時 通常週末都是9點10點 人最多的時候 我們都是那個時候去打球 OK Let's go 現在是2點21分 現在2點沒有很大 還有人在打 這超累的 這超累的 我家睡覺 我已經體力透支了 現在是2點21分 應該要直接睡覺 但是呢 你的肚子實在太餓了 想吃這個東西 反正今天都那麼廢了 每天再努力運動 那吃這種辣的拌泡麵 就一定要配荷包蛋才好吃 今天散客 OK 這樣就夠了 第一次吃的時候就是放整包 從胃直接燒到港門 昨天大便都超痛 把蛋蛋放進去 我想起來我還有泡菜 吃過開始 這個泡菜很配這個辣 爽脆而不膩 就剛好解這個辣泡麵的辣味跟膩味 我評價美食的方式有沒有很厲害 好啦 今天這一集大概就到這邊 歡迎在其他留言告訴我 我是不是可以當一個美食YouTuber 你們想不想多看我Vlog 生活上面的東西 蠻多可以分享 我只是不知道有沒有人要看 我看好辣 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 我在四川成都住過一年 所以我自認為我是很難吃辣的 但這個 這是不同的 我已經很久沒有流那麼多的眼淚了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都可以吃得完整包辣椒醬 但是要面部改色 不流眼淚不流鼻涕 直接把整個泡沛乾 我覺得真的超好 嗯 我覺得這個 很多東西 我已經差不多過了 晚安